Toolool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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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之夜 好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寵物 不管是他的男人還是他的女人 還是他真正的寵物 大明星也有寵物 今天有很多大明星來到現場 今天我們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人比寵物紅 那就是我們的大明星 自由年代的大明星 還有一個沒有演到自由年代的大根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寵物比人紅 在網路上面 點擊率都是因為他們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們先來看看 哪些大明星有哪些大寵物 請你來 坐下 坐下 旁邊在鏡頭 不會打鏡頭 坐下 好 握手 好 握手 來 給我看 好 準 OK 這樣 好 這樣 這樣 走下去 沒有 沒有真的死啊 加死 好 好棒 給我看 慢慢來 給我看 Yeah 換手 給我看 Yeah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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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死 你 握手 怎麼死在這裡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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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下 坐下 要記得 好 寶寶 謝謝 謝謝妳拿拖鞋給我 鞋不是給妳的 又有不是給妳的 大家的肌肉 不是妳們的啦 是我的 她給我出來 好累喔 有她不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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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面子 快樂 我會想這樣請 這樣請 好了 寶寶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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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特技嗎 真的 真的 今天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大明星的狗當中 有一位是她的親戚 對 Selina 在這裡 姐姐的狗 那她這隻狗是 小兵 是Pinky的女兒 Pinky生三個 就給SHE 跟一人一隻 一隻 那妳這一隻是 她叫小兵 那時候姐姐就娶貴賓狗 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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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妳看 有沒有明星的架子 快 李國藝有狗嗎 有 他們家也有養狗跟貓 然後流浪狗 都是流浪狗 是不是 她很有愛心 她很有愛心 但她沒有來到我們這裡 但她有跟你溫生好 她跟我溫生好 有特地跟我說 妳一定要幫我跟小燕姐溫生好 我說好 我很好 我都有在看妳的自由年代 怎樣 他們兩個在裡面感情真的很好嗎 很好啊 很好 妳跟國藝啊 對啊 不然 對啊 不要說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你知道 演著演著真的有夫妻臉會出來 真的 他們兩個真的有夫妻臉 有夫妻臉對不對 這裡頭呢 全台灣有兩個最令人記憶深刻的教授 一個當然是都教授 另外一個就是 陳最強在自由年代 常常都教授對不對 對… 現在台灣最紅的兩個教授之一 對 課本買了沒 你養的是 我養的是貓 但是因為牠很害羞 所以牠都會躲在我後面 嗨 來… 好可憐喔 還帶豬豬 牠是母的嗎 牠是母的 這是我朋友就自己編給牠的 你女朋友編給牠的 牠太好了… 講話都要很含蓄喔 牠叫什麼 Loka Loka是西班牙文 然後牠是瘋女人的意思 因為牠外面牠就很俗辣會躲起來 然後牠在家裡就是會常常 暴衝暴衝的那一種 很像瘋子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有Loka的影片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來… 來… 請你一下嗎 請你一下 請你… 請… 請一下… 請… 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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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緊… 請一下… 請… 你腳都來了 你… 請一下而已 坐…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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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家裡她就不喜歡 我覺得其實有一種信號 不是 她是那種 在家裡她不會喜歡人家抱 但是妳只要躺著她就要 我剛剛為什麼抱得到她 是因為我躺著她就趴到我身上來 但是妳手一過去 妳可以摸著她 但妳要這樣子抱她就不要 我很少看到貓主人要親她一下 她會用手 對 她就是會用手 而且是很用力的 我覺得這隻貓不是瘋女人 她是一個癥結的女人 在貓中當中啊 還有一隻貓是很厲害的 今天我們誓言界帶來的貓 我要看一下 有兩隻很緊張 所以她也在這裡 烏龍水的臉是怎麼拉 她撞到牆壁 撞到不小心撞到牆壁 她現在彈牆壁 我也要把她抱起來 好可愛喔 她是天生就是這樣嗎 還是說生產的時候 經過哪裡壓扁這樣 不是 我們小孩子生產的時候 我們家警衛 有一次我第一次抱她回家 我們家警衛跟我媽說 你們家養貓喔 對啊 妳們貓被拖骨撞到喔 她有點 這個是什麼貓 她是嘉飛貓 好可愛喔 真的是 另外這一隻 這一隻是姐姐 她個性比較不好 所以她就 她個性比較不好的意思是 小燕姐她個性比較不好 小燕姐 她的個性比較不好 她會怎樣 攻擊紅色的還是什麼 可能還有一點綠色 或者是藍白的條紋 她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我最指引她走一條路好不好 她真的脾氣不好嗎 她比較不喜歡出來外面 就我們在家裡面她都很OK 出外面她就有一點點攻擊性 其實今天大根妳要不要讓她出來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從來化妝 她就一直在撕海 撕海 她是小燕姐妳幹什麼 小燕姐不好意思 因為我家狗也喜歡 有紅色跟綠色 她有一點藍白服用 來 拍… 好啦… 該走 該走完了 不是 等一下 你家的狗指甲沒有剪是不是 沒有 牠有修過了 因為牠不能 妳在幹什麼 小燕姐在講話 我這一條是新招 牠最近學了太空漫步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夏姨小心喔 我往後撞… 等一下 牠已經快翻臉了 那個貓表情很兇喔 牠快翻臉了喔 大根妳有拍到牠什麼絕技嗎 牠很多絕技 在家裡的時候都有 牠… 牠… 有 我有絕技 很多 妳確定有絕技 有 妳除了會叫 牠會小燕 好… 我們來看看牠的絕技 大根的愛犬胖胖 不可思議大秀絕技啦 那才寵物訓練員 跟狗狗小兵大師公 妳姐姐是訓練員對不對 妳姐姐那隻狗會的牠都會 全部都會 坐下 坐下 坐 我覺得訓練員不同喔 坐下狗 來 郭忠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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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胖胖 我現在要變一個 催眠胖胖胖的魔術給你看 來喔 慢 等一下 好 不可以動 不可以動 不可以動喔 你看牠很乖喔 我說不可以動 那不可以動 好不好 聽到我的掌聲還可以動喔 預備 要迅速翻身喔 還沒喔 預備 預備囉 OK 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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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啦 我沒拍耶 嗨 大哥 以此為第一個動作 到今年的出席夜 你們能不能跳一支舞 說起來是華爾茲之類的 怕過來 怕過去對不對 我希望練會 但是只是在家裡面跳 出門牠就會像現在樣不受控 牠比較害羞 牠最叫害羞嗎 對 牠就是喜歡就是外面感覺是 你們不要靠近我 其實牠很害羞啦 好 這裡頭真的害羞 就是最沒有聲音的寵物 一發一下你養的 不要叫喔 來 龜 對 不要不要叫 好 還有另外一支 裡面還有一支 巴西龜 巴西龜… 這麼小喔 對 可是不要看 你一定要拿進來鏡頭 才看得到牠 怎麼這麼小喔 很能養 我放地上 比賽… 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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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快耶 可是這隻小隻的不要看牠小的 因為牠巴西龜 牠長大之後牠其實很兇的 所以會長多大 應該跟牠差不多大 真的喔 而且牠對綠色的也會咬 因為我是穿錯衣服的還是 你看牠真的 剛剛就是跑小燕姐的方向嘛 對 好 我記得你了 好 好 來…修宇 牠很想到前… 牠好失控喔 牠好失控喔 真的 來 你看 牠算滿溫柔的喔 這是長毛 長毛型 不是…你看前面 你看前面 你不要看後面 那一支很兇 我沒有了 來… 牠會什麼 牠什麼都不會 牠…牠只會握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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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有沒有看到 來 握手 沒辦法 牠只要碰到狗 牠…就是其他寵物 牠就會非常失控 其實我覺得牠們都出來 是太興奮了對不對 對 太興奮了 但是你不要看 人聞盡喔 狗也聞盡 陸正希 牠其實不聞盡 牠很文盡 好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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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牠完全不會在水平盡力的樣子 小蜜蜂 世源間的貓已經快翻臉了 真的 真的 一臉 妳算是 很兇 牠的表情就是說 我覺得我是站著牠的後面 會比較安全一點 來 多追其也帶了一段影片 我們來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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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拍毛小孩真的不是很容易 聽說牠 妳姊姊是訓練員對不對 對 所以妳姊姊那隻狗會的牠都會是不是 全部都會 來 我們現場看 而且我們平常吃飯的時候 都會叫牠們做這幾招 然後牠會變成一個慣性動作 好 來 妳來 坐下 坐下 坐 坐 來 背看他們 我覺得訓練員不同 坐下 來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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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轉 跳 來 最後一個 坐下 坐下 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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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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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有的朋友問我說 Cherry都沒有跟上 我說沒關係 她自為跟上 她自為慢慢找 對 那你要不要走一走 看她怎麼跟你 好 來 你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這邊來 你轉過來 你轉 轉過來這邊 在這個位置 這邊來 好 你揪下來 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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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她是走對不對 對 因為她看其他的狗沒有表情 她跟其他的狗不會互動 不用互動 不會互動 她會跟我們人互動嗎 她也不會跟我以外的人互動 Cherry 對 我現在可以解釋一下 她只會用這個動作去配合別人 因為她要那個按摩 今天即使說 來 小燕姐 可以麻煩你來 你到這個位置 你到這個位置 Cherry 去找小燕姐按摩 好 而且她就是這個位置 她喜歡人家拍她這個 兩隻腳這個位置 就是說 你現在跟她講 小燕姐 你先暫停一下動作 Cherry 你換邊了 換邊來 轉過來 你換邊 她還是這個邊 所以Cherry都是你屁股對的人就對了 對 我們都要為她服務就對了 有的人就會開玩笑說 你為什麼都 就是瞧不起我 我說不是 就是喜歡這個位置 她自己調整位置 好 小燕姐來換邊了 轉過來換邊 這邊 換邊的 就是一樣從這邊 她就是自己在你的位置 好好笑喔 好厲害 各位看一下這是什麼狗 小燕姐 好 Cherry的影片上傳的時候 就很多人來頂她 我們來看看Cherry 可以大票的狗粉絲支持喔 她偷了媽媽的胡蘿蔔對不對 她要咬… 躲了一邊這樣咬… 對 對 這個媽媽一過去就把 巧合啊 她應該會生氣喔 是這樣子喔 她會生氣對不對 對 她就偷了媽媽的胡蘿蔔 就咬著 然後就攀爬到漆架上面去 後來她媽媽的食物吃完以後 就上去一把就把她抓下來 妳都覺得有心機喔 胡蘿蔔之意 胡蘿蔔之意 跟我們的小孩子一樣 你就也不用強迫她去做什麼 因為她會表達說她要跟不要 所以她要手拉配 她就很喜歡玩那個 她很喜歡玩那個 對 只要到那個陶藝店 她自己就會上那個椅子 Cherry 你是不是在失戀誰啊 這樣還不錯喔 她晚上跟你睡嗎 對 幾乎她站一段 因為她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會換很多晚上 她幫你洗頭 真的假的 這個就是鋪手 我在剪頭髮的時候 好想說就省了一筆 因為常常就喜歡用那個 來不一樣的照片 來幫她記錄生活 所以她也拍照 你看看 各位 所以你去玩的 她都去玩就對了 應該說 要去哪邊 都會把她帶在身邊 除了出國以外 出去的時候 住民宿也都是睡在一起 你看看 陳志強 人家是很願意清她的準備 有刷牙跟沒刷牙 有刷牙 沒刷牙 對不對 有道理的 Cherry爸爸很有意思 他在有災難的時候 她都會帶著她的狗狗去 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還有什麼老人院 什麼就帶著她一起去做公益 當她去到災區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林邊國小 當志工 我去幫忙清那個校園的浴沙 那她就會在那個 當大家在休息的時候 就是那些現場所有志工的一個 撫慰人心的療癒系的狗狗 好棒喔 這個 來…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Cherry妳很棒喔 這個爸爸也很棒 Cherry 好朋友來 起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OK 好 我們再看下面這一位是誰呢 來 很多廣告都有拍過她 就是奶茶 嗨 小燕姐 妳好 小燕姐好 她是 她叫奶茶 妳是她的僕人對不對 我是今天陪她來上通告的 對 她屬於乖的還是屬於 就是脾氣很大的 她的脾氣有多大 就會打人 會打人 對… 我們家我們常被打 我們都打習慣了 我們也是 每次剪指甲都是保全身都寫 兩支對不對 對 我們家另外一支 她們兩個也互打 對 平常就有在練習 好 她拍廣告的時候 她這麼兄弟怎麼拍呢 其實她因為她聽不到 所以她比較穩定 而且自己會走定位還不錯 我們來看看她的影片好不好 跟她在一起的叫椰果 對 叫椰果 對 她們都是流浪貓 流浪貓對不對 流浪貓其實需要更多的愛心 來教導人家吃 謝謝 部落格破千萬的寵物貓 買茶 全身雪白的漂亮毛色 加上又圓又大的眼睛 很難相信 買茶曾經是一隻流浪貓 除了人氣爆棚外 也是MV和廣告的人氣明星貓 然後 然後派了變成貓主人的玩具 你不用這樣逗牠 對 現在都是那種 牠陪小孩在玩 牠陪小孩在玩 對 現在我們就是有小孩之後 就是奶茶今年已經是二歲了 然後我們是先有奶茶再有小孩 所以我們就是都養一起 都是一起養的 然後就小孩完全都沒有過敏的問題 小孩都沒有過敏的問題 對 人家說你不是過敏 會不會無妖狗就會過敏 要讓小孩子從小就習慣 其實從小就習慣就好 你看好可愛喔 就還滿像的 請坐… 謝謝 因為最近我們說 拍你們家的毛孩子 那很多人寄來 但是呢 拍得最好的 我想全台灣應該就數這兩位了 因為他們花了三年的時間 就為了拍 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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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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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介紹一下 因為是玉文 因為是秀瑩 他們準備了三年 一個是紀錄 瑩亞 就從小到大 各位都在網上可以看到 因為是拍她的照片的對不對 對 你是拍照的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了不起耶 因為很難拍吧 是真的很難拍 很難 其實就是一定要通常我們拍她的時候 並不是像拍一般的貓貓狗狗一樣 我們會跟她保持一個距離 對 然後就是紀錄她所有最真實的一個動作 如果她朝妳的鏡頭衝過來的時候 妳也要趕快跑 不然她胸上可能就會 我在那個時候還好 就是她小的時候 那時候在保溫箱裡面 說會隔了一層 所以也是不好拍 也是不好拍 對 但是有一張瑩亞的照片 我太喜歡了 就是後來動物園開放 大家可以去看她的時候 她在那個管理員的那個這樣 喔 妳剛剛這片段 這是她郁文拍的 她是用攝影機身 對 抱著館長的腳 對 她是為什麼 她就不要出來了 她就是喜歡抱著人家的腳 或是抱著樹幹 之類 就抱著東西 喜歡抱的東西 其實是烏尾熊 她喜歡爬樹 就是黑白的 那天天我看了一個影片 而且實在太好笑了 應該現在大了嘛 就是媽媽要叫她下來喔 對 這個死小孩 就打死不死下來 就吐了 而且她很皮 對 很皮喔 但是有一個我不懂喔 她偷了媽媽的胡蘿蔔對不對 她要搖搖搖 躲到一邊這樣搖搖搖 對 這個媽媽一過去就把 她會搶媽媽食物的時候 媽媽也會把她搶回來 把她搶回來對不對 搶回來 一眼會生氣喔 她就 是這樣子喔 她會生氣對不對 我們其實有記錄過 就是她就 她就偷了媽媽的胡蘿蔔 就咬著 然後就攀爬到七架上面去 然後就默默的自己在那邊吃 其實她媽媽的餘光都有看到 餘光看到以後呢 後來她媽媽的食物吃完以後 就上去一把就把她抓下來 兩個都很有心機喔 胡蘿蔔自己 胡蘿蔔自己 你們真的很有意思耶 她認識你們嗎 就是她應該比較認識保育員 認識保育員 會聽她的聲音 聽她們每天工作的時候 會聽到那些聲音 爸爸媽媽也跟保育員比較熟 對 比較熟 所以你們是花了三年的時間 對…你們的工作就是攝影 對不對 我們其實是做推廣教育的 所以我們在做一些 動物的紀錄上面會做 對 還有拍攝很多 其他動物也很有趣 對 就不只是拍攝貓熊而已 你們還要拍別的喔 小隻昆蟲 大隻大象 對 都會去拍 小隻昆蟲 小隻大象 河馬這些都要拍嗎 對 就你們兩個嗎 沒有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我太想 他們會不會太忙了 追著鳥跑 對… 老虎 對 拍蛇都要拍 對… 所以視野都不一樣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全台灣最矚目的一位寵物 我們看著牠長大呢 貓小孩心思超新膩 人類說話要小心 其實狗狗都聽得懂 你不要去罵狗 也不要去罵貓 就是在路邊其實 你看到流浪狗 流毛 都不要去罵牠 因為牠們都聽得懂 我確信我們家的狗狗 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來 因為牠臉扁扁的 牠臉有點像在那邊 好醜喔 不過我其他朋友都不叫 對牠這樣 對 就是這樣子 因為牠就是這樣 牠真的聽得懂 我覺得是語氣的問題 對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跟 就是我們家的狗說 妳好醜喔 就是 妳好開心喔 妳怎麼那麼不乖 就是用那種 妳這個聲音不好聽喔 娛樂大世界全台周末的焦點 現在誕生囉 這是原仔出生後36天 今天要和媽媽見面喔 之前的見面都是隔著柵欄 第39天 母女終於能夠重逢囉 這是第99天的原仔 學走路的樣子 130天大的原仔活潑亂跳 還爬上七架床調皮搗蛋呢 一百三十七天大的原仔 最喜歡玩飲水盆了 不是趴上水盆上研究老半天 就是想爬進去 還塞得進去嗎 238天的原仔在玩什麼呢 原仔你還塞得進去嗎 好可愛喔 我還記得丟給他認真一個玩具 他都會這樣 其實他就是在我們眼中這樣長大的 你們也就是記錄他的 第一天還記錄 好可愛 抱抱看嗎 抱不到真的一樣 抱抱看 他現在幾公斤了 今天是22.3 站起來其實有半個人高 他站起來其實到這邊了 到這邊了 所以他啪擦一下也很痛 就是會被刮傷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們進去的時候穿了 我有他的第一板那個 躺在竹籃子裡的 我還有他第二板在抱抱一下 我都叫我的朋友 你要早點去看 你要順便幫我買 我最記得那個畫面就是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們很緊張嗎 你們在旁邊 非常緊張 對 你們看到會不會掉眼淚 會 因為那個剛剛片段的聲音其實很短 那現場聽其實媽媽是一直抓著籠子 然後一直嗚嗚的那種叫聲 然後保育員說他們其實也從來沒有聽過那種聲音 對 那時候就眼眶泛紅 真的 然後其實一定要穩住攝影集 對 對 要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還有回到媽媽身邊的時候是 他叼著頭 然後把他叼到懷裡 其實民眾很看到看到就覺得 哇 好感動喔 但是其實現場我們緊張要 他就叼著他的頭 對 而且他不曉得一直就怎麼奮發 對 而且是媛媛還好很有母愛 就馬上就抱住他了 而且我看到他剛抱第二天 還在幾天之後 媽媽累到 他們兩隻都靠在一起睡覺 對 其實第一天 對 他第一天抱的時候 就真的是母嬰童房第一天 然後第一天隔開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回到保溫箱 整個就淚攤在那裡了 然後媽媽也想說 那個小孩為什麼一直叫 怎麼都不聽 對 很像我們人 就是母嬰童房的那種感覺 以後生小孩妳就知道了 就是很想 來 對…他有那個味道 其實動員今年其實是一個 生產很旺盛的一個 沒有 因為哪些生的 像就是從二月 去年從二月開始的話 就是有犀牛 小犀牛 小犀牛 那牠現在體重已經大概就是 五六百公斤 所以我們都不用減肥 小犀牛有這麼重 一出生的時候是都大概多重 牠出生大概就是五六十 那其實牠成長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些新生的寶寶 咪爵首次跟著媽媽出來認識黑猩猩大家族 大家都歡迎咪爵的到來 但是咪爵太害羞 都不敢離開媽媽一步 黑猩猩家族的成員們 都很歡迎小咪爵加入大家的行列喔 長頸鹿寶寶小麥還在努力的長高 綠油油的青草是牠最喜歡的食物 樂愛戶外運動的牠總喜歡跟著媽媽 在外面跑來跑去 小麥是長頸鹿大家族的心肝寶貝 去年出生的紅毛猩猩牛方 還是抓在媽媽身上 圓滾滾的大眼 好奇地張望這個世界 真的超萌喔 小牛方要趕快長大出來跟大家玩喔 青蘭寶寶跟媽媽 首次在展區出現 搖搖晃晃跟隨媽媽的樣子 真的好可愛喔 其實跟動物在一起 就像Cherry爸爸講 跟動物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信任互動 你付出一點心力的話 牠絕對還給你十倍 百倍 甚至更多的那個 你聽到沒有 陳志強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互動 互動就像家人相處一樣對不對 你一定要你的小孩乖 其實牠就不一定乖對不對 這個世元姐 你從牠的身上跟牠的身上 有些什麼感觸 以我們養狗或養貓的經驗來講 其實主人 主人會影響到狗的個性 對不對 主人的確會影響到狗的個性 狗呢 牠還不開心呢 也因為主人愛不愛牠 愛牠的狗其實都比較幸福 對 因為你都帶了身邊 所以牠很有安全感對不對 牠幾乎一天24小時 連我在洗澡之後都會在浴室門口等 對 我家的貓也會 牠都會在門口等 然後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因為像 其實因為牠們那個比較忙 工作比較忙碌 我的工作環境是 允許你把牠帶在身邊的 因為我在那個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的那個 有機訓練基地 就農場裡面上班 所以牠可以跟著我一起上班 然後有的時候會利用牠拍照去 賣一些那個 就推廣我們台灣的有機農產品 所以牠也是一個廣告明星對不對 對 而且牠真的很乖 我覺得這個乖是來自 跟主人的信任對不對 其實在這邊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毛小孩 就是人家在那個 觀念裡面一個是 一個最低層就是牠是畜生 是動物 另外一個是寵物 最高層就是把它當成家人看 牠確實就是我們家的家人 包括年底在那個 就是過年的時候除夕夜 牠委員發紅包 然後大家也會給牠紅包 對 因為牠已經融入一個 這個家庭裡面的生活裡面 這個是主人太進入狀況 對 我是把牠當家人 但我沒有給牠紅包 但是我想 這一位奶茶也是跟著你的小孩 就是等於一樣 像家人一樣養大對不對 對啊 像我現在小孩 有比較大一點的人 我們就從小就灌輸牠就是 然後如果牠 因為牠有那個 不吃隔夜飯的那個習慣 所以牠如果只要隔夜餐的飼料 牠就一律律會把它打掉 要我們重新餵 那我們應該要開始的話 牠是被寵壞的小孩吧 對 牠是公主 我們家是以牠為主 牠會把牠打掉 所以我聽專家講 就是貓其實沒有把 飼養牠的人當主人 牠是把你當成我們 我們是同等級的人 對… 就牠沒有把自己當成寵物 我是比較低等 也有狗醫生告訴我 當你的狗睡到你頭上去的時候 牠就是你的主人 沒錯 我抱枕一樣 對 牠睡在你頭上的時候 牠就已經是你的主人了 各位 你們都是應該 牠睡哪 睡床上 是不是 很乖喔 可是牠有一次就是要尿尿 然後牠就會叫我 結果牠就叫我沒有起床 牠就會給我尿在床上 那就是人的問題 那是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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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我不知道 因為牠有叫你啊 牠已經跟你說我叫你了 牠叫好久喔 對啊 那你… 你為什麼不醒呢 沒有 牠尿在我腳邊 貓會做這種事喔 貓會報仇 因為你對牠不好 牠就會去你的床上或是行 你比較愛乾淨的地方 對 狗狗其實也是會的 生氣的時候就會坐著對不對 而且要站地盤 你應該會嗎 不會 牠應該不會 牠真的很乖 但是今天我們票選出來 最乖的是誰 Cherry爸爸 是兩種公固 Cherry爸爸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觀念 就是要把牠當家人 當牠是家人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你就不會以牠是一個畜生 或者一個狗的觀念去想牠 譬如說關在籠子裡啦 或者不讓牠出來了 我都一直覺得 寵物如果完全關在一個籠子裡 不就是把你家的人 關在一個籠子裡嗎 就是很可憐的事情 所以牠要多出來玩 你知道嗎 妳就是太孤僻 妳看 妳都不高興 妳就是像我們音樂界的哈利 是不是 經常給人家臭臉看 誰也不敢接近妳 這是什麼樣呢 對不對 這樣子一個人躲在籠子裡頭 是很孤僻的 是不是 要出來跟大家交交朋友 好不好 還是我一講話 牠就不理我 眼睛閉眼睛 眼睛就閉起來 妳不要以為牠不懂 牠很懂對不對 對 動物其實是聽得懂 我們講話對不對 其實都完全聽得懂 其實在那個 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因為我會帶牠走進校園 去推廣動物保護跟生命教育 就是讓小朋友知道說 會示範讓小朋友知道說 其實狗狗都聽得懂 你不要去罵狗 也不要去罵貓 就是在路邊 其實你看到流浪狗 流毛 都不要去罵牠 因為牠們都聽得懂 所以說千萬就要跟大家講說 不要以為牠聽不懂 只是說 我確信我們家的狗狗 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來 因為牠臉扁扁的 牠臉有點像家那樣扁 他說 妳好醜喔 他從此沒有給他好臉色 他只對我其他朋友都不叫 對牠講 就是這樣 因為牠就是講他醜 牠真的聽得懂 而且我有一隻七娃娃是長毛的 小的時候毛哩哩啦啦的 我覺得牠是長毛嗎 然後每天牠睡著要起來 我說妳要漂亮 妹妹要漂亮 要漂亮 要漂亮 牠就漂亮了 走起路來就這樣 我實在覺得是武器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跟 就是我們家的狗說 妳好醜喔 還好開心喔 妳怎麼這麼不乖 就是用那種 妳這個聲音太好聽喔 可是那個狗長毛說 妳為什麼不乖 牠就會夾尾巴跑掉 可是狗說 妳為什麼不乖 牠會咬尾巴 就是真的是一切 我們家狗闖禍的時候 我只要站在那裡 銀水 好 四隻 妳就看牠各有表情 闖禍的那個就 其他三隻就 因為覺得牠有安貌 是不是 非常重複 我們家也是這樣 然後常常兩隻一起 有一隻闖禍 不知道是誰嘛 我說 然後大隻的就Pinky呢 牠就會尾巴夾起來 就知道是牠闖禍 結果後來久而久之呢 只要一喉牠就會夾尾巴 盡管牠沒有做錯事 然後牠就跑到床頂下面去 就躲起來 然後怎麼叫都叫不出來 可是牠沒有犯錯 是Pinky 比較沒自信 妳生活在Pinky的陰影之下 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大家 帶自己的寵物 帶自己的家人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謝謝你們看下CiSport 今天想念這些毛小孩聚集的夜晚 其實呢 所謂的毛小孩呢 也許是你的狗狗 也許你的貓貓 也許是你牠的小兔兔 也許是一隻小鳥 或者一隻小雞 其實 至少今天的來賓講的 這些毛小孩 我們不是把牠當寵物 我們是把牠當家人 今天我們看到 每一個人養貓養狗 好像都跟自己有點像 你的個性也會影響你的孩子 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在網路上 他們PO上的照片 你看每一次都這麼可愛 都是我們的心甘寶貝 當然我也看到很多的毛小孩 真聰明 叫牠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家的孩子怎麼都不聽話呢 我要非常謝謝 這麼多的觀眾朋友 寄給我 你們可愛的毛孩子 在每個禮拜當中 我都會選出幾位 特別可愛的 介紹給所有觀眾朋友看 沒有介紹到的也不要難過喔 因為下次有機會 我還是會安排的 謝謝你們 親愛的貓小孩 你們要乖喔 我會用你的同樣的愛 我會用你的同樣的愛 好吧 好吧 還沒 還沒 還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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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握手 對握手 好 換手 換手 沒有 還不用 握手就好 換手 換手 好 來 起來 起來囉 好空空喔 空空喔 空空喔 對 空空的 Yes 去幫娃娃拿遙控器 桌上 左邊的喔 左邊的遙控器 左邊的遙控器去 左邊的 對 對 好乖 沒有拿好 對 放媽媽手上 對 放媽媽手上 好 來喔 3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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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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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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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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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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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